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無論在辦公室還是去街 人有三級的時候 都總要用到公共洗手間 但是這個洗手間人流多成這樣 清潔姐姐都買不到那麼多 那豈不是很髒? 如果有些人使用得不好 會不乾淨 街的公廁就比較不乾淨 如果人流多的話 就會比較髒 因為可能清潔的東西 可能來不及了 如果多人都臭 你覺得多久清潔一次 才會保持衛生? 我覺得半小時 就是有少少髒 很臭的 特別難洗手間 女廁是好一點 但是都有些就是 每方一進去就很髒 我覺得就是看使用廁所的形狀 如果多的形狀 就應該派一些人 然後密閘一些清潔的廁所 那譬如我們看到 多人使用的時候 可能的濃度會比較高一點 去到五 梁太康的保安科技公司 推出的智能洗手間 能夠透過感應器 收集人流 和亞摩尼亞濃度兩種數據 方便管理者 根據洗手間的使用情況 靈活和準確地調配清潔工人 進去清潔的時機 其實有兩種數據收集的 第一就是以人數 第二就是以亞摩尼亞濃度 簡單的說 我們普通人去說的臭味 我們會利用那些感應器 去收集一些實事 或者接近實事的數據 怎樣能夠去知道 洗手間現在使用的情況 能夠做一個更加好的 人手的調配 特別針對現在很多清潔的朋友 需要去搶住 或者要定時去洗手間 做清潔工作 我們看這是不理想的 梁太康說清潔行業老齡化 令他們相信要加快引入科技 去管理公共洗手間 我們會在系統裏做一些設定 如果當的人數 或者當亞摩尼亞濃度 超出一定指標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些不同的通知 去通知前線的同事去做清潔工作 以後可能我們看到很多的朋友 需要長住 或者定時定後去做 現在就可以利用那些科技 針對了 了解究竟現在使用洗手間的狀況 才去處理 他們可以怎樣透過這些科技 掌握到洗手間裏面的情況 做更加好的人手調配 目前一套智能裝置能覆蓋的洗手間範圍大約200呎 本地有一間商場正在試用 梁太空的公司預計 年底內將會推出下一代智能洗手間 到時會加入更多智能裝置 做一步提升管理效率 刺子都會裝在刺子的容器裏面 其實主要都是看究竟那個距離 刺子使用的情況 我們會裝在刺格的頂部 然後用一些類似雷達的 或者是雷射的感應器 知道那個人逗留的時間 他們可能有些不同的動作 是代表了些甚麼 譬如一些動作是代表跌倒或是暈倒 我們能夠做多一個安全的措施 他們可以透過數據收集 他們知道洗手間使用的情況 其實每一個使用洗手間 某程度上都是客戶或潛在客戶的 希望能夠一個更好的體驗給顧客 要實現智慧城市 經常都說要用全書速度快的5G 但對於智能廁所來說 摘頻和低功耗的密聯網技術 反而才是最關鍵 我認為5G是代表了一個很流量很快的技術 我想特別是針對一些影像的傳送 或者一些實時的影像的串流等等 在很多其實所謂智慧城市的project 某程度上都未必需要用到那些技術 譬如我們那個智慧清潔的方案 其實都是用上一些雜貧的技術 我們去看其實密聯網是一個技術 譬如用一些所謂5G技術 某程度上是比較耗電一些的 但如果我們用一些比較雜貧的技術 低電量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電芯或者電池 已經能夠滿足到的要求 本地一間網絡商之前都展出另一款智能洗手間 透過洗手間內 譬如隱藏在燈位裏面的智能裝置 都一樣做到數算人流的工作 其他感應器就可以獨取到洗手間內的溫度 濕度、硬摩尼亞、二氧化碳 甚至是PM2.5的濃度等等 全部在儀表板上顯示出來 另外抹手指和刺指的容器裏面 亦都安裝了感應器 令清潔工人得知消耗品的消耗情況 可以盡快補充 梁太康認為智能洗手間在香港還未普及 目前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香港我們認知的普及性暫時都不太高 我們相信都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大家都是在一個 Wait and See Approach 即是觀察階段 未確定到究竟這些裝置 怎樣帶來一些成本的好處 或者在操作上的好處 這是一個影響 另一個影響可能是 政府都要大力去資助或者宣傳這些使用 我們相信政府其實要做一個帶頭的作用